上古奇数山海经 说地理 说物产 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 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 远古生存指南 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 光怪陆离的言语中 蕴含一股子神奇 让书写他的族群 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 让我们回溯历代截图 用惊人神思连接原物处心 让山海经再度惊奇 有目 青叶紫荆 玄华黄石 名曰剑墓 百刃无枝 有九竹 下有九沟 这是世界之初 位于世界中心的一颗巨木 上古奇数山海经 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树根 盘区交错 细长的树干钻入云霄 两旁不生枝条 只在树的顶端 才生了些弯弯曲曲的树枝 盘绕起来像一顶散盖 各方天地由此上下 这就是传说中的通天之路 剑墓是中国古代神话中 立于天地之中的大树 山海经也提到 剑墓是福西曾经在这儿经过 神话学家袁科先生说了 说这个经过是上下的经过 他从这儿上到了 那上天是具有天梯的功能 一个叫太浩的人 曾攀缘建墓 后世认为太浩就是福西 那么曾经上天下地的福西 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他为什么要登天 又给人类带回来 何种启事呢 一切的一切 都要从那场洪水讲起 一开始 是一只青蛙跃上脚壁 一场持续三天的大雨 后来连月不散的乌云 直到这个灾难 与所有人有关 死亡 饥饿 战争 接踵而来 没有抵抗能力的儿童或老人 最先死去 当云开雾散 太阳再次照耀世间 而那个从泥泞重新站起来的 并将要重新塑造世界的人 是你 还有他 还有他 世界幸存的两个人 在民间 福西和女娲被描述成洪水过后 幸存的一对男女 以至神龟见证了他们的婚礼 成了人类重生的火种 一幅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绘画 印证了福西女娲重新创世的故事 两个人手蛇身的形象 蛇尾紧紧缠绕在一起 象征着繁衍人类 女娲右手持圆规 福西左手持方曲 种种迹象表明 她们不仅繁衍后代 还创造了文明 在最早的神话里 女娲是创世女神 用泥土造人 五彩石谱天 呈现出石母神的面貌 福西何以能与她并列 而被看作人类的父亲呢 她更像一个发明家 或是孤独地思考者 一年一度的福西祭祀大典 如期举行 自北宋以来 庙里香火不绝 人们对福西的尊崇与日俱增 史料里是这么记录福西的 她发明猎坊 驯服野生动物 教人们用火烤熟食物 又发明琴瑟 创造八卦和文字 制定嫁娶之礼等 后世损她为三皇之首 百王之仙 从空中看 福西庙行似龟状 福西跟龟 有什么关联 谁在说我呢 可别小看了我 龟在中国人心目中 寓意极强啊 想当年我还促成福西女娲的姻缘呢 安徽寒山 有个叫林家滩的地方 出现一个玉片 这个玉片上面呢 有八根指向西 指向东南西北四方 还有这个东北西北东南西南 指向八方 这就是最早的八卦 什么叫八卦呢 八卦就是八龟 龟就是卦 加一个笔子的 因为它是进行脏步 这只林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 指向八个方向 也遥遥指向五千多年前的高科技 八卦 福西当然和八卦密不可分 来 我们用这只玉龟的八卦之力 一探远古福西的时代 走 打开我回宿时间的小抽屉 我是穿越古今 无所不能的神龟 爬上历史的性阶梯 这就是福西的部落了 哦 他们好像在庆祝 哦 庆祝福西发明了渔网啊 当洪水退去 人类再一次满眼生息 他们珍惜每一个发明 能让自己更好地活下去 这个渔网好用吗 这个是我发明的 相传福西观察到 蜘蛛结网捕捉飞虫 因此深受启发 编织渔网 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但远古人首先要将蜘蛛网抽象为纵横交错的线条 然后再用绳子具象成这个叫网的东西 用来捕鱼 现代人将这种思维过程叫做抽象 而阿斯塔纳福西女娲图中的圆规和举 就是这种抽象思维的工具 抽象就是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不变的规律 几何如此 物理如此 哲学更是如此 让我来看看 这是白龟啊 鬼课上的花纹挺有意思 我收养你了 看来他已经忘记我是他的大媒人了 难道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福西 我再回到时空输出查查 咦 怎么说发明余网的是包西式 在各种分杂的史料里 福西有近二十个名字 有的称为太号 福西也叫袍西 福西西黄等等 有趣的是 这些名字发音相似 字却不同 不同地区的口音 被记载成了有差异的文字 这众多的名字 到了汉代以后 统称为太号福西式 这么多名字啊 西是西生就是野兽啊 包西呢就是用王把动物们包园了 福西呢就是制服野兽可以训养动物了 那 包西呢 包西就是厨房里煮熟动物啊 你看它还发明了火 福西养牺牲以包西 说的是它饲养家畜 并用火炮煮肉食 由此人类结束了如毛银血的原始生活 这可是迈向文明的一大飞跃呀 但它除了发明以往 看起来不怎么聪明啊 正是呆呆傻傻地仰望天空 你看这星空 像不像一张网呢 我是节省成王 它又是这么编成的呢 我得想办法爬上去看看 仰望星空看的是什么 不是神 其实是星空里面的行程 是世界上古的圣人 那些先知先举们呢 给我们创立了一套世界观和方法 就是当我们在没有时间和空间 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么这个世界怎么办 远古蛮荒时代 天雷雨火 洪水猛兽肆虐人类 危险 饥饿 病痛 更是司空见惯 世界的规律语究竟是什么 想传大地的中心 有一颗连同天地的剑 我要找到它 去看看天上的那张网 剑木 仿佛在哪里听说 哎呀 看我这机晓 去我的时空输处里翻一翻 咦 它咋发芽了 剑木啊 用现在的神话学观点来说呢 它是世界术 它整个地代表了一整个世界 而且呢 它树立在世界的中心 日中无影 就是剑木里的这个奔决 它意味着是世界中心 山海经理描述了 剑木所处的都广之野 是世界的中心 这里草木成青 世界的核心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八卦 八卦是什么东西 八卦是我们古人 预测未来的一个工具 从八卦发展到六十四卦 然后就发展成一经 通过卦像之间的变化 就形成了一套 中国人解释宇宙的那套哲学 上书认为 八卦的说法可以叫做八锁 冥冥之中 这八条绳索似乎关联成网 在历史或神话的长河里 慢慢捕捞了福西扑朔迷离的人生 把两根绳子打一个结 也许就是一个抽象的起点 八根绳所互相打结呢 能结绳为网 当然也能结绳济世 大地弯文化出土的陶器上 发现了十多个刻画符号 郭默若认为 这是中国原始文字的结仪 一些史料也认为 八卦是文字的起源 它由结绳济世演变而来 出发啦 朝这边走 有限的史料和民间传说 让福西在金人探查的视线里 逐渐清晰 周易细词上说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则知 相传福西至八卦 便是取向于何图 落书 何出图 是指何图本是星图 用于地理 被称为在天为相 在地成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出图 场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民间福西传说只会更加的神而又神 相传太好福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是所有探究世界规则的先行智者们共同发出的天问 后世孔子进一步解释了福西为什么能发明八卦 没有包容天地苍生的智德是无法了解天地的真相 西汉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名言 福西至纯后做一八卦 所以为什么叫一化开天 就是产生一的时候 天也就开了 把天命名为一 数字也就开了 这叫一化开天 不好了 天要开了 快闪 快闪 如果是认识了天道 就不得了 你的智慧就剩了 道才就剩了 天地之大德 月生 大 福西终于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秘密 我仰观于天 浮世于地 属于世间万物的根本 一通神明之德 一类万物之情 在后人的描述里 福西 安元剑木登天的传说 被理解为福西的德行 达到了通彻天地的高度 天应以鸟兽文章 地应以河图洛书 福西根据这些形象 发明了八卦 那么 八卦又是什么 金人理解八卦 由八个符号组成 天 地 雷 风 水 火 山 泽 这八种自然现象 循环往复 就构成了 我们身处的自然 那一瞬间 天地都做出了回应 就是把观察到的 自身和外在世界 去进行了一套编码 因为在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人就试图 要用抽象的方式 来演化无穷了 所以后来像来不及死 哇 中国人竟然 在这么早的时候就会有这种 二元对立转化 然后这种就像二进之术一样的 这种抽象的思维模型 这个是太了不起了 我们相信这个二进之术 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所创造出来的 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宇宙来的 这就是古代的数据库 这 这是哪儿啊 中天 通天的芥木呢 它在哪儿 这是 这就是芥木 遥遥看 这就是我应该创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